众毛小小,今天早晨白锁城现身了老街的街头 这应该就是昨天,有外媒传出说白锁城被缅军直升机把全家接走 他估计是为了辟谣,那么他依然是在老街 所以他现在现身老街,说是发表了重要的讲话 果敢四大家族之首的白锁城,是在全副武装人员保护下现身的老街街头 他是亲自到各个防守据点,视察防守攻势,县长发表讲话鼓舞士气 他是向整个防守部队,地方武装表态了,说他绝不会离开老街 他是当着所有这个部队的面,说拿出家族八成的资产 用于这次老街防御战,说坚决打退国敢同盟军 这个和当年啊,当年这个白锁城啊,鼓舞这个士气的时候说什么呢 说这个国敢同盟军就是两千人背着个破框打仗啊 他没什么好怕的,现在看呢,要拿家族八成的资产打老街防御战 这坚决打退国敢同盟军,白锁城啊,当即说了 即日起所有的士兵人员加工资啊,工资从之前的每天二百元人民币啊 加到五百元人民币 我觉得他算笔账啊,现在加工资呢,就是马上要打仗了嘛 现在加啊,来得及 你说之前为什么不加呢,之前还没打 白锁城强调任何传出他外逃的啊,这种消息都是假的 是国敢同盟军故意放出的谣言,目的就是要瓦解他们的军心 希望啊,全体武装人员不要听信 与他一起坚守老街啊 所以白锁城如果跑了,那这帮人啊,有几个给他卖命呢,全跑 白锁城还透露说,他亲自打电话给缅军政府首领,敏杨莱将军 敏杨莱已经答应了,派人救老街啊 这跟咱们得到消息差不多啊 他把他的主力啊,已经是向北啊,集结了 白锁城以上的表态和决定啊 现阶段他还是在老街啊 的确是要死守的意思啊 因为这这是他唯一的价值所在啊 如果白锁城啊,失去老街啊 你想缅甸,缅族人会给他一个容身之处吗 啊,这些他是一害人啊 对吧,谁给他地盘啊 那死心塌地的跟着他的人 最后怎么吃呢 啊,这口饭在哪吃呢 在缅族的底下当奴隶吗 是吧 所以缅甸的老街,现在看呢 必然成为一个 我觉得一个决斗场 就是不是你死就我活啊 白锁城这个家族的民团武装还是力量啊 比较大的 咱们找到了一些老照片啊 这个家族浩浪荡荡的武装 军阀武装啊 就是土皇帝啊 目前看 中国已经人之一尽了 我觉得咱们是已经是 好话说在前面 那现在 既然是给脸包脸 那可能这个啊 地方武装啊 这些缅北的地方武装 那自己啊 要承担责任了 咱们之前就讲过嘛 要配合中国啊 打击电炸 就没有一个真正执行的 现在非要是到这份上 你看那个明鉴啊 全军父母 根据现在啊 这个所有的信息啊 这缅北的决战应该即将开始了 首先他们是要将中国人 中国籍的人要立刻回国嘛 确保中国人的安全 国外同盟军和缅军啊 现在应该是老街决战了 还有就缅甸民主同盟军 18号就要求啊 所有外籍的老街人员迅速撤离 现在迟迟没有发起总工 就是因为给市区里边的居民 还有外籍的这些客商啊 给他们更多避站的时机啊 尽量的避免发起总工的时候 造成老街城区居民 重大伤亡 首先就提醒啊 老街滞留的中国人 尽快回家 以免造成不必要伤亡 还有就是要求所有居民 尽量远离免军啊 军是据点啊 以免误伤 整个老街外围都是战区啊 不要擅自转移啊 以免被米洋来政变 米洋来军队的排一炮啊 可能会袭击 首先呢 把电诈分子都抓到啊 然后呢 送到中国啊 那么抓完这一刻 那就是大战开始之时 所以现在既然能够啊 让这些人能回来 那剩下的不回来 那就死啊 死不死 那就跟咱们啊 这个中国政府没关系了 那就是你们决定死在那 可能有人说 为什么国安几代家族 不把中国人抓起来当人质呢 是吧 你想想他敢吗 你看那个明家 明家为什么 有一千多人被四个中国 这个战狼是吧 中国公安 温州公安 带着跑 结果还要拿枪给秃秃了 他们留那些人质 就是要当 留那些那个中国籍 就是当人质的 最后就抓不到 就秃秃了 当时这个中方抓住 这个几个 先头抓住 处理明家之前 抓住几个人 那视频里面讲的非常清楚 你仔细回看那个视频 视频说什么 首先第一点 不能伤害中国人 半个人 死半个人 血债血偿啊 什么意思 你敢拿他当人质吗 对吧 所以说这个1020事件 可能是真的 还有就是 不扫清电炸 绝不收兵 这话已经再说明白不过了 这里边人质 不可能了 现在几个家族的人 被中国公安控制那些人 什么魏啊 姓魏的 什么涛啊 亲口讲的 这都是他们亲口讲的 那就什么呢 别管是照稿子念怎么样 说白了 这几个家族 只有一条路 奸功赎罪 否则你没机会了 你像明界这样吗 那个老头自杀以后 当年开阿尔法 现在做阿尔法 反正死时拿阿尔法拉 你说这个阿尔法 还开的干什么 绝不收兵 这意思很简单 没机会了再晚 所以你现在就把手里 垫大中国军人扔掉 赶紧放回去 五大家族 交出国感 但这个不是中国要求的 中国要求的是 你放中国人 现在五大家族 有一个团面了 这个明界了 剩下四个家族 现在看 实力比较强的四大家族 他怎么办 实际就是有一个条件 中国有一个条件 就是不能伤中国人 那四大家族 剩下这四大家族 必须满足这个条件 以前中国说话不好使 就是之前 你看都已经搞了一年了 让你教人 不教 还有向中国要证据 当时这个四大家族 说我们放人了 没有人 我们这 现在中国要人 满大街 他们在抓中国人 老街在抓中国人 一定要给交回去 见到就抓 抓到就送到中国这边来 缅北抓不到 就跑金三角那边抓 反正一定要把中国人抓到 送过来 抓到后 通知林明贤 那个第四特区 送到中国 什么意思 就是派和中国抓了 你说这不又给脸不要脸吗 是吧 敬酒不吃吃罚酒吧 早至今日何必当初呢 实际就是一帮土豪子 他不知道几斤几两 要能杀公安 你想那 胆肥吗 如果缅北这几个家族 早又有这觉悟 你现在出现什么 同盟军杀回老街 这东西你都不用怕 但是你现在得罪的 可是中国政府 缅军政府早点配合 也不至于 现在打成这份 丢掉国管 中国是认真的 现在看非常清楚 中国是认真的 其实中国的认真 现在国管同盟军 应该是背后有 有人给他们写考 他们利用了中国的认真 来什么 我觉得借这个事吧 来回国敢作战 一下子借了中国这个事 那就是他们的判断 战力判断还是准确的 首先中国是绝不允许 免美在口 中国警方通缉瓦邦俩人 瓦邦就直接内部 开始抓人了 他们的副司令都交到中国来了 国敢五大家族 现在不知不觉 现在也开始抓人 部分的缅军 有些电价钱是被部分缅军黑了 他们的子女的未来 不是此行就无期 中国政府一贯是好言相劝的 实施务者为俊杰 首先先是给你好言相劝 但是如果你不执行 那咱们就来硬的 所以这跟那个明朝对待东南亚是一个道理 那个郑和 先是好言相劝 以德服人 如果不行 那必要是个 可以使用这个武力 这个是被必要是个 换句话说 当你不知道好歹的时候 国敢地区有数万点仗 现在据说只交了5000 你说5000人 那还有很多人没有 有人说30多万 我觉得没有那么多 那几万人是有的 那现在只交了5000 剩下的人就死活不出来 说明什么 说明要么被转移了 要么就 咱们要谈到一个历史 缅甸跟中国是没有半毛钱关系 咱们要看到 尽管历史上与中国亲近 但骨子里 你想想 这些汉族人 他就不是一个民族啊 就缅族搞大缅族主义 他们骨子里是看不起汉人的 其实汉族人骨子里也看不起 土生土长缅族人的 其实汉族人根本就不愿意听他们的 要的是高度自治嘛 根本不愿意听他们的 所以你说各方能谈一起吗 谈不起 这么多年中国努力也没用 到头来就打来打去 中国呢 还是不偏不倚 就不干涉缅甸内政的 缅甸各方要生存 那你就只能是自己去找这个车 但是如果是涉及到了中国利益 那么分分钟就可以灭了 这跟当年郑和在就明朝在东南亚是一样的 你看这个南明啊 南明是跑到缅甸吗 跟人跑缅甸去 啊 郑和下西洋 对吧 在东南亚经营啊 其实有自己势力 本上缅甸内战跟中国没关系啊 啊 中国这次是需要打击电炸的 中国对于缅甸的冲突跟人们就不干涉的啊 也不会派一兵一卒 这个结果呢 首先啊 有因有财有果啊 是因为你搞电炸啊 激怒了十四亿中国人 然后呢 现在缅甸战火重燃 那完全是缅甸自己事 中国不干涉啊 中国要保障不能伤中国人啊 你伤 只要不伤中国人 你打赢了 谁打赢了 谁打输了 跟我不关啊 缅甸现在的战事格局好 与中国无关啊 谁也赖不到中国头上 但是你要是啊 伤害中国利益 那中国人当然啊 也绝不会手软 实际啊 这个明界就是伤害了中国人利益了 啊 这什么叫实实物 这个家族就不实实物啊 估计是没文化造成的 中缅还是有益啊 对吧 中缅有益时间更长啊 而这些这个不实实物的小臭种 那一定是被历史碾下 总之明昂来之所以突然发掘了啊 这个必须得实实物 我估计啊 他也明白啊 你看没有中国帮忙 美国天天想颠覆他政权呢 中国争一点闭一眼 明昂来他能撑多久呢 明昂来其实坐不住 明昂来呢 现在还剩一个庙啊 庙阿底 咱们一个开客园 一个电闸员 他如果自己不动手啊 不收手 还在搞扣件的话 啊 可以想想这帮人逃啊 你说几万人没没有送回中国 那剩下的不就往这逃吗 在在这个泰国边境那 如果他不赶紧去清理这个庙阿底 这个电闸啊 可能当时啊 到时候中国可能就啊 又有自己的新的想法 我现在说啊 虽远必诛啊 远吧啊 那肯定要打你 我觉得现在啊 这个考虑啊 我觉得考虑要自己的执政 稳定性啊 首先你得满足大国的要求啊 剩下的才是你内部的这些啊 鸡毛蒜皮的这些民族问题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罗米亚来施食物啊 就会把自己缅甸国内的电炸啊 全部清理掉 但是这就会伤及到他最核心呢 他没有钱可挣了啊 所以现在真是他最难受的时候